你的理念是什麼 是不是有人覺得發展 死神燈門 魔鬼考驗 測試律師的廢死刑理念 是不是夠鑑定 做法就是殺了他的妻子 還有三個選擇 第一個 你可以幫我們殺 我們現在放你走 你可以報警抓我們 但是我們絕對會被判死刑 第三個 壓軸 這個最簡單 就是原諒我 會不會一槍斃了死神 每個人解讀不同 作品有點暗黑 卻充滿哲學思考 這部片入選今年 坎城影展的短片角落單元 在幾千部中脫穎而出 作者是東吳大學的師生 影片討論死刑議題 導演是東吳大學 德文系四年級的李永為 他曾在校內影展拿下第一名 非本科系但作品令人驚艷 我覺得我有朋友他看完之後 他是覺得說你這部片 是希望能夠讓大家思考死心 該不該存在 可是拿給台灣的幾個朋友 他們又會覺得說 你是在讓那些 主張廢主死心的人知道說 你看 失去了自己的自信是多麼的痛苦 所以我覺得這很有趣 不同文化感受差很大 卻激起不少思辨 而學生夢想的支撐 也是來自熱血教師的自掏腰包 華語中心副主任鄭狂宇說 不怕虧錢 你有這樣的想法你想拍片 那你拍一些小作品出來 這些小作品就可能吸引到人 願意投資你去完成你心目中 那個更大的想像 失聲合力創作三天拍完 出事提升就入選觀摩片 希望未來拍進好萊塢 TVBS新聞楊玉生王一傑聽不到 謝謝大家